我 我方雨婕 這輩子還真的是 第一次 碰到你這樣的女生 一點女人我都沒有 吐裡吐氣 還那麼愛情 可是照理說呢 像你這樣的女人我就 應該離愈遠越好啊 可是 為什麼每次都讓我遇見 我也是第一次 遇到你這樣的男人呢 嗯 脾氣臭 喜歡斤斤計較 亂的 還有 一個大男人 怎麼那麼愛乾淨呢 乾淨 我跟你說 像你這種人 放在我們農村 一天都生活不下去 江儀姐怎麼可能會喜歡你啊 還說 你覺得好 你都已經喝醉了 你才喝醉了 你看 你講話都應該很大舌頭 還說自己沒得對 你太大舌頭了 你太大舌頭了 你跟我做一個兒歌 誰嘛誰啊 你說好了 我就證明你沒錯 來 來 來 月亮婆婆 到你走過 掉 好… 只兩句就好了 靠我 來 月亮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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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許笑 你說胡彈話的樣子很好笑 說了不許笑 不許笑 你笑起來的樣子很好看嗎 真的 是你自己說要重新開始的 可是你為什麼要提起過去呢 我也不想提啊 可是在這個問題上你就是很敏感 放一姐 你真的放下來了嗎 你真的想我要跟我結婚了嗎 你到底要我怎麼做 你到底要我怎麼做 放下來了 你醒醒啊 你醒醒啊 這下藏來怎麼把我弄進去了 喂 我打错电话了吗 没有啊 这个是总经理的电话 小菊 你怎么会跟她在一起 你是谁啊 我是姜怡 姜怡姐 姜怡姐太好了 你太好打电话过来了 总经理喝醉 是吗 我知道怎么办 你们在一起喝酒 是啊 是啊 她说我醉了 结果她仔细逼我先醉 那这单情都听不过来了 请问一下刚刚有两个人在这儿喝酒 在哪边坐着 谢谢 紫婷 瑞姐 她就爱读她 瑞姐 这到底怎么回事 总经理今天帮了我的忙 所以一起吃饭 没想到 没想到喝多了 对不起 可是雨洁从来 不会在外人面前喝醉的 好啦 这香醋 好啦 这香醋 好啦 这香醋 好啦 来 香醋 好啦 来 拉妹子 你叫谁 叫你啊 叫谁 你们 那个什么 那个湖南来的不都是叫 那个拉妹子吗 我跟你说 我知道有个地方的辣椒 超好吃 我带你去 总经理 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能扫兴 走 陪我去喝酒 雨洁 别闹了 江一 你怎么来了 江一姐 你快点带总经理回去休息吧 我先走了 好 再见 再见 梁小菊 你真没用啊 梁小菊 小菊没想成 你还有什么脸回好家呀 小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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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几点了你才回来 打起手机也不开机 发生什么事情啊 你喝酒了 你为什么喝酒 不要管我 我自己会走 我自己会走 大哥 我不是小孩子了 以后我自己的事情 我会自己处理 请你以后 不要再管我了 你不想去 想去 我早晚要离开大哥的 我早晚要离开大哥的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要学着 不要依赖大哥 《延星大哥》以后 不要再对我好了 走 小姐 你昨天怎么回事 我从来都没有看过 你喝那么多酒 这晚上为什么喝到 不省人事呢 到底发生什么事 跟妈说 好了 好了 一大早上就嚷嚷 让不让人清静了 男人嘛 偶尔喝多一次 有什么好待见小怪 什么大心小怪 你没看到 昨天嘉宜把他 扛回来的时候 他脸上有多难看 昨天是江宜送我回来的 那当然 江宜打电话给你的时候 才知道你已经喝醉了 我说小姐 你终于到底跟神在一起 怎么会喝成这个样子呢 你不嫌啰嗦吗 小姐都多大了 跟谁在一起 难道还跟我们汇报吗 我是担心他跟江宜出问题 小姐 你跟爸爸说实话 你到底喜不喜欢江宜呀 就是啊 都已经订户了 还让人家这么担心 你 你 也许我跟江宜 真的不太合适吧 是吧 你疯哪你 你讲了什么话 你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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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不要让让 不是小姐 不是爸爸说你 做男人骑马的责任性 还是要有可能 你既然选择了江宜 就不要再犹豫 不要在这左右摇摆呢 就是啊 这边你心里再放不下晶晶 好嘛 还不能吃回头草 对 江宜是活生生板在你面前的 等了你十几年的一个人 这才是真实的感情嘛 对 爸 这些道理我都懂了 但其实 真正放不下晶晶的不是我 是江宜 他太介意我的过去了 所以 根本不信任我 他患得患失的样子也让我 对我们的将来更没有信心 我照你这么说 对你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 什么有道理 立场不坚定的家 你 什么立场不坚定啊 我立场很坚定 孩子幸福就是对的 我告诉你啊 小杰只要去家也才会幸福 我们也才能安心 以后人家 什么叫小杰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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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 都不要吵了 我跟江宜的事我自己会解决 我们都不用担心 我吃饱了 我先去公司了 你们慢用 桌上小心点啊 怎么办啊 我的天啊 我本来还以为小杰跟江宜的事情 我还能够幸福开心一点 怎么 怎么办 老公 我现在眼前一片漆黑 我给爹看不到一点光明了 我 现在小杰和江宜准备 面对这个问题去解决他 这是好事啊 他们肯去面对问题解决 说明他们还是有希望的 没准是分不开的 如果他们连解决问题都不去解决 那不才完蛋了吗 是这样啊 这智商和年龄是反着仗的 这智商和年龄是反着仗的 年龄越大智商越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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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也吃饱了 你自己慢慢吃吧 你自己慢慢吃吧 我智商有问题 我智商有问题 方大头 我告诉你 我智商最有问题的那天 就是嫁给你那一天 就是嫁给你那一天 不太完结 你别背后说坏话 妈 总经理好 那我要不要去外面等一下 不用不用 我已经洗好了 进来 我舅舅以前特别爱喝酒 舅妈就会熬一些米汤给他喝 说这样不但可以醒酒 而且还可以养胃 我早上的时候熬了一些 都已经喝过了 这个是给总经理喝的 米汤啊 米汤啊 对啊 米汤你不知道吗 就是煮饭的时候 倒出来的水啊 很有营养的 这 闻起来这种味道 会有什么好喝的啊 当然好喝了 小的时候 我们要是能喝上一碗米汤 不知道有多满足呢 怎么样 好喝吧 我放了一些糖 还挺好喝的 好喝就好 那总经理 你慢慢喝吧 我先去工作了 你会烦粉 我烦粉 是吧 你会烦粉 你会烦粉 我一定会烦粉 最 hearing的 有什么 Locked 你不用烦粉 你不可以烦粉 你能给你烦粉 有什么 我早晚要离开大哥的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要学习 不要依赖大哥 别请大哥以后 不要再对我好了 谢谢 大哥 对不起 真的 进来 这份是我们公司这个月 电视广播广告的策划案 好 我一会再看 好 那你看完之后有什么意见 尽快通知我 我们来做调整 好 走了 天磊 你们家人为什么那么迫不及待地 想让他去相亲啊 谁啊 小竹啊 昨天去相亲啊 你说小竹去相亲 对 虽然他不想我让你知道 但我可以感觉得出来 他是被强迫的 我觉得你不应该 让这件事情再发生 等一下 小竹跟谁相亲 好像是天会介绍的 天会 对 对 大哥 跟我来 我要跟你谈一谈 大哥 你有什么事吗 为什么要去相亲啊 我 说你早晚要离开我 要习惯不依靠我的生活 这些到底是你的真心话 还是借口啊 难道我们一起相处的 这些日子 还不足以让你相信我吗 不是 我信任你 可是 信任我就不要可是啊 你只要做你无忧无虑的 梁小军 其他任何事情 都可以交给我啊 我不可以 你为什么不可以啊 小军 如果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大哥 就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一定不会逼你去做你不愿意做的任何事情 我也可以保证 在这个世界上 很困扬我 你为什么要去做事 FI 好 我相信你 这个我好 这个我有一直 这是谁惹我们天会生气了 脸怎么拉这么长啊 妈 那小居他怎么回事啊 他不想跟人家赵毅见面 他别去啊 我又没逼他去 他干嘛人都去了 还给我弄出个男朋友出来 他诚心让我难堪是不是 男朋友 您是不是搞错了 什么搞错了 那男的都去了 当着小居那边亲口告诉赵毅的 然后还把小居给接走了 这有男朋友那还是件好事啊 妈 你没事吧 这怎么回事好事啊 要跟你说啊 小居如果真的有男朋友了 那是不是赵毅有什么关系啊 再说了 要是小居自己喜欢的 那不更是件好事啊 他梁小居爱喜欢什么样的男朋友 喜欢什么样的男朋友 他可不能耍我呀 陈赵毅是我朋友啊 倒是赵毅还挺喜欢他的 妈 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怎么跟人家说呀 你就说 他有男朋友这事你不知道 是梁小居自己找的 那个赵毅有没有说 他的男朋友什么样啊 爱什么样什么样 烦死我了 我就觉得你说 这小姑娘佳佳的 表面看着挺老实的啊 毕竟连男朋友都想好了 我小叔才走了一百天哎 闭嘴了 你也知道小叔才走一百天 那你为什么那么着急 把小居嫁上去 天蕾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幸亏早 如果晚那么一点点的话 我可能就听不到我妈 跟我妹妹的精彩对话了 妈 是我让天蕾去的 你要怪就怪我吧 小居也是有尊严有感情的 她虽然现在是寄住在我们家 可是她的生活我们不能主宰啊 必须用人家自己做主吧 我们给她介绍对象怎么的 我们也是为她好啊 再说了 我们没有勉强她去喜欢别人 妈 你是她的长辈 一个长辈都开口了 你觉得她可能拒绝了 那又怎么样呢 爷爷也希望 小居将来能嫁个好人家 我们总不能让小居在我们家 当一辈子小寡妇吧 妈 我就知道 你眼里只有小居 自从小居来我们家那天开始 你的眼光从来没有离开过她 我还要怎么办 我管她吃 我管她住 我把她当成家里的一份子 难道我把儿子也要给她吗 妈 你怎么这么想 我怎么想 你心里有数 再说了 不用我们介绍 小居已经有男朋友了 你就死心吧 妈 真的很遗憾 那个人不是她男朋友 而是我 是因为人家不忍心看到小居 做她勉强的事情 才找了这么一个借口把她带走 一个外人都伤起如此 可我们这些所谓的家人呢 却这么伤害她 妈 你不觉得惭愧啊 妈 你真的是因为怕哥哥喜欢小菊 才安排这场相亲的吗 对不起 我需要说没关系吗 不想说你可以不要说 那天是我不好 我太敏感了 我仔细想了想 其实我们很多次的争吵 都是因为我太敏感了 所以应该说对不起的人 所以应该说对不起的人 是我 你昨天有出球吗 说实话 我很意外 像你这么在乎形象的人 怎么会在小菊面前喝醉呢 在她面前我没有必要紧张吧 没必要 对啊 有什么问题吗 没必要紧张就是说 你在她面前很放松 可是至今为止 这种状况我只在你跟天蕾之间 看到过 是 大概是我 从来没有把它当成母吗 即便是这样 也让人羡慕 我又让你难过了 不是 我真的不希望 让我看起来就像是一个 一个 喜欢找茬的太太 我真的不喜欢 总是没事找事 可是我确实做得太不好了 可能是我太贪心了 对你的要求太多了 对不起 我看起来 对不起 怎么bnbn 我 neutral 我覺得我們之間這樣 很奇怪 我的意思是說 你不認識二十幾年了 突然要更進一步 總之就是很尷尬 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要讓你難堪的 沒有沒有沒有 是會挺尷尬的 我也這麼覺得 我不是故意的 只可不認識二十幾年 妳不認識二十幾年 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的 誰吧 妳可以把你承認 從她走 我不是故意的 你不是故意的 她不是故意的 你不是故意的 小心 红酒一样是个罪人的 放心吧 我的酒量好得很 你酒量好得很 那上次是谁喝醉的 帮我策划怎么样 你这人真的是很小心 怎么一点点破事情老提 我也是第一次 一个女这样的男人呢 提起又臭 喜欢斤斤计较 还有一个大男人 怎么那么爱干净呢 我可以进来吗 哥 还在什么气啊 找我干吗 什么干吗 当然是道歉啊 希望好听美同学 大人不计小人工 哥 我真的错了 你原谅我吧 那要不然我会伤心的 哥 伤什么心 那你是担心你的零用钱吗 哥 你不能这么说话的 咱们兄妹这么多年的感情 那能是用钱能衡量的吗 少来 哥 我跟你发誓 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哪知道妈这么多是怕你跟小军 就算你不觉得 那 那你也不能随便让人家 让人家去相信吗 看来妈的担心是对的 什么对的 什么对的 我哪知道 哥 哥 我虽然年纪比你小 青山和伟丁比你不一样 你我看 你这事儿太冒险了 什么意思 你看妈的态度你还看不出来啊 这事儿 倩途一片渺茫 阿姨 是我 进来 阿姨 大哥知道先亲的事情吗 对不起 你不是特希望他知道吗 他跟我大吵了一架 你现在应该特别开心才对啊 对不起阿姨 都是我不好 对不起 我真就搞不懂你了 一会儿说去相亲 一会儿要找人冒充男朋友去拒绝人家 一会儿到天磊那儿告状 这回跑到我这儿来装可怜 你怎么是这种孩子啊 我承认之前我也内疚过 作为母亲 我有特别自私的时候 我知道这对你不公平 可是那晚上 我对你说的都是真心话 你知道你的条件 我不可能让天磊跟你在一起 可是 现在突然我觉得我自己是对的 你太有心计了 我要再不阻止 你恐怕要的不只是天磊吧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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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呢 你是我的阿姨啊 阿姨 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那么想过阿姨 你相信我 你也听不懂 你们怎么了 每个人脸色都这么难看 心情不好是会影响食欲的 我说你们每个人一大早 都给我脸色看着干嘛啊 爸 我是身体不舒服 你 你不舒服 哪不舒服啊 昨天回来的晚 你都已经睡着了 没关系 老毛病了 那要不一会儿你就去躺着 今天我休息家务 我来坐 天磊 那你哪不舒服啊 我没有哪不舒服 我只是在想 想工作的事情 这种感觉可真不好啊 一家人哪 每天工作都各忙各的 难得就聚在一块儿吃个饭 如果连吃饭都不开心 那还有什么意思呀 小菊嘞 小 小菊怎么没干啥呀 爹 小菊他一大早就出去了 天磊 最近公司很忙啊 不是了爷爷 是清洁部的员工 本来就要比其他部门的员工 早到一些公司 我要早到一些 那你今天让小菊啊 早一点回到家 你们今天每个人都回家吃饭 爷爷 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 今天啊 嗯 我想起来了 今天是爷爷生日 你可想起来了 你快把我给憋死 你 你要 你要再不想起来 我就离家出走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爷爷 生日快乐 爷爷 生日快乐 爸生日快乐 晚上我给您做一桌好饭 好 让您高兴高兴 嗯 爸 我去买个大蛋糕好不好 好 要那个水果味的 有人喜欢水果味的 谁啊 当然是客人哪 怎么了 我过生日不能请朋友来家里吃饭吗 那当然可以 对 爷爷的朋友我们全家热烈欢迎 是不是 爷爷 既然有客人来家里吃饭 那么我们晚上要不要 好 好好我们喝一点 来吃早饭 开心一点 来来来来吃吧 吃饭了 双双照 今天总经理不用打招呼的 总定位好 原本很好 都被你叫到不好 怎么了 一大早就板子里 干吗不说话 不敢说 为什么不敢说 怕我骂你 怕你怎么要不劳 又告诉别人 什么意思 为什么把相信的事情 告诉天蕾哥 我不是说了要保密的吗 那是因为我真的 因为什么 因为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 不知好歹 我帮了你 不但不屑我 你还用这种态度对我 我是不希望 这种事情再发生吗 都是为了你好 那我拜托你 以后不要再帮我 不要再管我的事情 不要再为我好 你们对我的好 我痛得都遮不起 明白吗 这 莉莉小姐 来了 郝先生 对 今天我那个店里面 比较不忙 所以我过来看一看 你每天都来 难道 每天店里都不忙吗 我跟你开玩笑 你是不是觉得我来的太平凡了 怎么会啊 我怕不得 我天天不来坐坐呢 不坐了不坐 我从来想到一个事 反正现在店里也没客人 你干脆今天呢 早一点打烊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去哪 去的就知道 你干吗自己啃馒头 今天是爷爷的生日 跟我回家 这么开心的日子 我怕我在 会破坏气氛 你瞎说什么呀 不要胡思乱想好不好 我帮我回家 小军 我不拉你 请你自己收拾好东西 跟我走可以吗 今天 今天我要值班 不能走 值什么班呢 今天不只有你一个人吗 我找你不找 大哥 别去 小军 今天是爷爷的生日 难道你不想回家 看他老人家吗 我向你保证 绝对不让你受委屈 可以吗 帮我跟爷爷 说一声生日快乐 改天 我会送礼物给他的 co年 什么旅行 帮工 监 Heavenly 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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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r